温州市冠豪眼镜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 是具有高新科技制造技术和国内先进工艺水平的专业眼镜制造公司 公司的文化和成长历史造就了一代冠豪人 他们以百折不挠的企业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使冠豪公司得以迅速稳健的发展 公司主要生产瑞士原装进口的T290记忆塑胶系列眼镜和高档儿童眼镜 现主要生产及安全、环保、舒适为一体的意大利品牌SECG的儿童系列眼镜 SECG是由意大利知名设计师专门为我公司量身设计的儿童品牌 其含义是安全、环保、舒适的眼镜 儿童眼镜架拥有较高技术含量 其内侧采用软性仿硅胶材料贴在脸上异常舒适 且耐冲击性强、非常安全 外侧则采用瑞士进口具有高技艺功能的T290材料 两者相结合达到了外缸内柔的效果 此系列产品表面无任何油漆 绝不会对婴儿及小孩稚嫩的皮肤造成任何影响 公司已陆续通过生产许可证和CE认证 公司生产的高品质产品赢得市场极好的口碑 并在中国眼镜行业生产基地温州占有主导地位 自2004年年初引进CNC模具高速加工中心生产线以来 公司生产的T290记忆塑胶眼镜产品 完全达到了外形线条的流畅性、工艺尺寸的准确性 实现了电脑工艺一体化的快捷 公司秉承高科技理念、融合国际时尚元素 成功拥有市场占有率及部分产品的国内外专利 并深受欧洲、美国、中东、台湾、深圳、温州等客商的一致好评 今天的冠豪正以质量优势和开发优势去迎取市场 明天的冠豪将用其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塑造品牌 扩大国际市场 热诚欢迎各界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总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冠号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们冠号是生产 贸易 还有集一体的一个研发一体的公司 我们主营的是儿童眼镜 我们旗下有SECG 丝派 还有冠号眼镜等多个品牌 我们主营的是SECG品牌 以儿童眼镜为主 像我们儿童眼镜这款产品的话 它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亮点 我们儿童眼镜 其实我们儿童眼镜从我们自己研发设计开始 我们从今年带过来的这个产品 我们看一下它是立体三维 像我们这一副眼镜 它是外面这一框是石木锡的材料 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正在宣传的三维立体鼻托 也是今年我们刚刚开始设计 今年这个展台上刚刚推出的一个新款 那我们这一款的眼镜是戴起来 这里头是双色的眼镜 然后这边腿也非常柔软 这边的石木锡这里头有韧性很大 所以这一款的鼻托戴起来小孩子 尤其是这边它是三维立体鼻环抱的 对于小孩子的受伤害力就是冲击力能减轻 所以这一款就是我们新年主推的一个产品 戴起来也特别舒适这样的 像石木锡的它一个材料的话 有着这样的一个优势吗 我们这一款的石木锡的材料 一呢就是它的韧性特别好 就比那个TR90的韧性更好 而且更轻 另外一个呢 它我们称之为鼻尖上的森林 它会释放复养离子 它的复养离子能达到1500左右 比我们普通的眼镜高达100倍左右 我们普通的只有10到20左右 这样的一个释养离子 对 镜框是石木锡的 我们这个鼻托是小孩子吃的那个奶瓶的奶嘴的那个材料 对 所以它非常柔软 柔软的实质 对 实际 对 实际的一个实质效果也非常好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对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理念是怎么样 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SECG这个品牌名字舒适环保安全的眼镜一直以这个为主题 所以我们也环抱着这一块一直理念走下去 像这个展规上给我们带来了这款新品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新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围着看着这一个 就是我们对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款的产品就是我们大家今天围着大家特别特别多的人在这问 为什么这里头有一个打印机在这里打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种一个理念就是3D私人定制 时尚私人定制 我们不用开模具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头型 然后你设计不同自己的眼镜 我喜欢这样方一点的 或者我喜欢圆一点的 直接就用从电脑里头设计之后 直接在这里头打印出来 制作一部就是这样的一个眼镜 比如说这一块眼镜就是我们自己现在打印机里打出来的 它特别柔软 好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打完了之后 它直接就可以戴的 就做成一副我们只有我自己唯一拥有的一副眼镜 就定做的 对对对对 像这个的话它这个效率怎么样呢 制作的这个效果 效果还是蛮好的 就是制作的就是说慢一点 我们对时差 因为我们做一副眼镜的话 框和脚大概是八个小时左右 一天 然后我们就一副眼镜打下来 你们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可以带起来 而且也特别环保 我们没有上油漆 但你们有的时候 大家说我要亮面的可能就要上油漆了 那今天这里像您说的一样 这一款可能围观的用户也非常多 客户也非常多 现场的反馈情况是怎么的 大家也反馈的特别好 因为它这一款 它说我们自己 他们有一些场可以打手板的时候 自己可以拿回去 我自己可以打手板 模具又不用开 这样的 其实他们对这个产品的设计理念 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也想走私人定制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眼镜 原来我们自己有个体验店 在这个店里头推出这样一个私人定制 那像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我也了解到贵公司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研发技术 以及创新的产品 全新给大家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未来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有没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规划呢 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呢 也在想做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温州 眼世光有一个开展了一个眼谷 你知道吧 把所有的眼健康产业联合在一起 那我们光好呢 现在也有有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验中心 那我们也想在眼健康产业链这一块 做我们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么包括我们眼镜的 比如说所有的眼镜啊 鼻拖呀 还有那个眼贴膜呀 包括眼那个视力灯光 你这这一块 把所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把它联合起来 把它做成一个平台性的 这样让大家到了逛好 什么样的眼健康的产品都有 是这样一个发展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怎么样更加的扩大 我们这个灌豪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呢 灌豪的品牌影响力的话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走 在产业内我们以SECG为主的话 我们现在产业内还是 名声还是蛮像 就是像我们现在 欧海眼镜十大品牌 我们也是在内 今天又领了一个浙江名牌 这样的一个区域名牌产品 那我们现在后面也想把自己 灌豪的那个SECG打造成消费者品牌 这是我们也是一直目标 一直想走的一个一条路 好的 好 谢谢您 谢谢你们 谢谢潘总的介绍 那么我相信呢 通过潘总的介绍 直播间的观众呢 对我们灌豪眼镜 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呢 多多关注我们的灌豪眼镜 可以来到我们温州国际眼镜展现场 来看一下我们灌豪眼镜的产品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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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